葬礼飓风过后 刺激性泽西分会将在这个周末 前往大西洋城 肯金斯堡市 南汤姆斯河市 以及小杜伦市这些地方 进行限制卡和物资发放 预计将发放4000户 协助灾民重建家园 那么尽管现在美东地区正在下着雪 志工还是前往会所进行打包的工作 甚至有来自重灾区大西洋城的五位志工 开了五个小时的车程 先来帮忙 外头下着大雪 温度降到零下 少有暖气 室内温度也不高 新泽西分会瓷器志工 依旧围着围巾 坚守岗位 即使家中也停电 虽然没有电 但是因为用gas 那所以还有热水器 热水可以用 可以洗热水澡 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还有十多位的志工 也忙着进行打包工作 全家大小多来帮忙 桑迪飓风过后 大家珍惜能够付出的机会 即使是在灾情最严重的大西洋城 也有五位志工开了五个小时的车来帮忙 下的大雪 但是我们这个是很有福报 能够来这边做呢 连续一个星期 慈旗志工陆续前往重灾去看灾 肯斯堡市也是其中一站 眼前所见是一片污泥 海滩上过来的 吹到这里 这个水呢差不多有五尺半以上 热闹的商店街也全都停摆 我44岁 我在这里44岁 你连续后遇到这 这个是 worst ever 这个就是水的高度嘛 这个是garage 所以表示說這個物資 大概地下室一定是全毀吧 每一年慈濟志工都會前往海灘淨灘 看到熟悉的景象面目全非 就連拜訪市長也是在黑暗中進行會議 包括肯斯堡市在內 這個週末新澤西慈濟志工 將在小杜倫市南湯姆斯河市 以及大西洋城四個重災區 進行發放工作 預計將發放4000戶 除了限制卡 還有2000件的毛毯和生活包 希望能夠儘快協助災民重建家園 大安新闻珍珊美之工 美國最後報導